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炎新剧《青城一青欢》将拍 首度挑战穿越题材,搭档动灵男神 袁冰炎是90后人气很高的流量小花 不仅长相温婉甜美,而且演技也很自然灵动 是真正靠实力说话的女演员 出道近10年以来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无论是温婉贤淑的民国丫头 还是美丽倔强的侠女,懵懂的女孩 亦或是威风凛凛的战神将军 都被她诠释得栩栩如生 凭借古装剧《走红》的袁冰炎 又有一部新剧《青城一青欢》将拍 首度挑战穿越题材,化身穿越古代女神医 搭档大衣17岁70后不老男神 《青城一青欢》是由爱奇艺出品的一部古装武侠言情剧 总导演朱少杰实力不俗 他曾指导过口碑收视其非的仙侠剧《珠仙》 清云志和宫廷剧《龙珠传奇之无间道》 对于古装题材的构思比较新颖 能精准把握小说中的精髓部分 镜头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生动饱满,很抓人眼球 樊精和蒋丽华担任编剧,请来了《琉璃》的美术指导刘精平 和《甄嬛传》的造型指导陈童勋 这个制作团队还是非常给力的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聚集的质量 袁冰岩带来的这部《青城一青欢》原著IP热度颇高 改编自《棉花惹笑》的超人气古代 言情类网络小说《王的女人谁敢动》 该剧主要讲述了全清天下的北慕国战神《九王夜战青城》 另外一众身份是帝家遗孤,天尊门主帝无涯 身负血海深仇却不被权利、利益所迷惑 而不受宠的凤家嫡女凤青欢的出现 就像是照进她生命里的一束光 温暖了她冰冷的心,让她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剧情设定有一种古代霸道总裁爱上爵士白莲花的感觉 故事情节轻松欢快,糖分十足 无论是人设还是甜宠的感情线都非常精彩 《清诚意清欢》的男女主旋角 令不少原著粉很满意 原冰岩搭档钟翰良 他俩年龄相差17岁 饰演情侣却毫无违和感 一个是90后超人气实力小花 另一位是70后公认的动灵男神 虽说今年46岁 但看起来像是30岁的男人一样 总能用颜值和演技征服观众 此前钟翰良在锦辛四域中搭档小一 16岁谭松韵也是丝毫 看不出年龄差距 真不愧是不老男神 有网友表示岁月从不败帅哥 原冰岩在《清诚意清欢》中饰演女主凤清欢 本来是个踏实能干的实习医生 意外穿越到古代成为了最不受宠的凤家嫡女 在生死危急关头 她靠装风卖傻眼人耳目 实则是个聪慧善良的神医 为了生存不得不与男主战倾城周旋 从相互试探和猜忌中萌生情愫 这个假装是傻的女主人 设对于原冰岩来说 权势起来并不难 她曾在流离中将前妻不安逝世 懵懂呆萌 后期萨爽霸气的储玄机一角演绎的活灵活现 这次再度挑战类似的双面人设 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原冰岩这次合作的对象钟翰良 与《清诚意清欢》中男主形象非常契合 钟翰良一人分是两脚战清诚和地无涯 既是生性多疑 杀伐果断的北牧国的战神 九王夜战清诚 又是看似洒脱冷酷无情实则 心怀天下的天尊门主帝无涯 这个成熟稳重 内心复杂的将军人设 很考验演员的演技 而让阅历较深 演技精湛的钟翰良来出演再合适不过了 钟翰良出道以来演过不少偶像剧里 帅气多金的霸道总裁 向锦心似玉中威风凛凛 痴情专一且心系天下的大将军徐令仪 就被他演绎得很传神 这类将军角色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 感觉收视率稳了 原冰演古装新剧《清诚一清欢》 将于11月中下旬开机 搭档70后戏古级别的不老男神钟翰良 合作爆款仙侠剧青云志导演流离的美术指导 和《甄嬛传》的造型指导 制作班底实力雄厚 若编剧给力的话 又将是一部能掀起全网追剧热潮的高质量古偶剧 你对原冰演和钟翰良这个主演阵容满意吗 46岁钟翰良在演偶像剧会吸引你追剧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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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